我问你方舟 咱不说对领导 有的时候感觉跟领导拍马屁搞好关系 这好像有功利的色彩 你觉得讨好人开心吗 开心 我用两个不能算绝招 给新手也可以学的入门级的讨好 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一个是因为我之前都在日本 就跟日本人学的 对方说什么 你其实也不觉得有怎么一样 但是就 然后就陷入了 表示感兴趣 然后就陷入了沉思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 深有体会的感觉 大部分人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回应 又怕说错了 就表示在思考 还有一个我觉得挺管用的 这是智商不高的人的好情商 还有一个我觉得无论跟谁说 对方都觉得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他的人 特别管用 要配合表情 举例说明 怎么能让别人觉得你懂 只要说这句话 我觉得对方肯定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他的人 但要配合表情 就是说 世界上说自己孤独的人很多 但是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孤独吧 所有人都觉得哎呀就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就这个我觉得就零基础 这个是新教学和算命的干的事 对 你哎 你看我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说我从拍马屁出身 对吧 就是说哎 哎好像呢我觉得拍马屁啊它是一种修行 不是什么到最后拍马屁出身 不是不是不是年轻天我说我这话说的有点快 就是说早年间我是个脸特别冷的人 就是面瘫一样就见面对人呢就没有没有笑容 所以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好像看表面不好接近 我觉得这个挺不好对吧 哎那当然有时候求人点事 求人的时候反倒不会拍就说不出来 但是呢我倒是后来发现呢 你看我交往的朋友啊 往往都是像马爷这样就岁数大一些的人 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跟我这个老哥哥讲啊 我说怎么咱们这帮人在一块都他们互相吹捧啊 哎他讲的就很有意思 他说因为我们都岁数大了 就成熟了大家 所以呢就是互相间讲的都是好话 哎我觉得我一开头可能有点违心 觉得见人面啊 这就是得人家好 但是你知道当你在拍别人的时候 这个外在的行为也在慢慢改变你的习惯 这是人类的甜心 你最后熟籍而留了之后啊 我就说哎你真的成了一个什么人呢 眼里非常敏感 一见这个人就看到别人的好 哎小青最近瘦了 甚至我看不到小青的不好 这是菩萨的境界 那么就是就是就是现在对我来说像条件反射一样 一见一个人你让我挑的缺点我反而得想一想 但是呢先是看到别人好 只是见到别人的好 哎实现了内在的退化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心态还是比较老 我太年轻了哈哈哈 你见零 知道我们那个圈子是以相互这个杂 对挖苦为主 对对对对对 包括刚见面的朋友 经常的有来吃顿饭 说是我犯了什么错误的 为什么要跟你们吃饭半道走啊 都这种情况都有 哎呀 比如说饭局上最多的说的是星座 说呦 你金牛座啊 好啊 贪财好色不要脸 哈哈哈 哎呀 你是双鱼啊 哎呀双鱼好 双鱼 人渣星座嘛 人渣里头战斗渣 就是别人 别的星座是以 呃 以德夫人 你们是以确德夫人的 白羊座长个脑袋就是为了显高 哎呀白羊座 你就应该找一个天蝎座的 生个羊蝎子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就 所以我我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朋友 你还是年轻人 这是这是另一路是吗 这是另一路 马爷他们当年是属于夸人能夸趴下的 那那那 对不是 人的本质上是愿意听好话的 你再怎么说中年逆耳 谁听逆耳的 都不是很舒服 除非特别理智的人 我那时候我们 因为作家都是这样啊 所有因为我那时候当编剧接触都是作家 作家都是心里比较孤傲的 大部分作家瞧人家都不如自个儿 对吧 喂 这正常 这正常吧 但太不正常了 因为一堆作家都在一块 要怎么办呢 就互相恭维 挖坑 我原来说过 刘振云最会挖坑 拉王硕的跟王老师 小说写的非常的不错 王老师说不行 写不行 写不好写不好 过去了 每天吃中饭 那都对 因为吃饭都在那时候做笔会嘛 都在那个食堂里吃 那时候食堂也没说 像现在都是摆上席 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 第二天同样的话还说 说王老师确实我觉得你小说写的好 王老师说真的写的不好 第三天还是这样的话 王老师我是真信的话 你的小说写的是真好 刘老师还有一个绝招 他先说小刘觉得你写的真好 这也太虚伪了 就是他后来写的 把自己名字说出来 然后王硕第三天就说 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 都我在桌子上呢 刘振寅就当场就把脸翻过来 对我说 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 王硕就扛住第三天 对吧 让人恭维的 那这就朋友之间开玩笑了 那这种恭维呢 有一阵很恶俗 后来这个恶俗变成一个社会风潮 就互相之间称老师 对啊 现在不就这样吗 像谁见谁都是老师 我现在特别不习惯 一个什么小女孩过来以后 说这是什么老师 她从这个社会这种普及上讲 中国的所有的称谓都世俗 就越来越恶俗 我特别不习惯 人家随便叫我什么 我都不在意 叫我老师就老师 其实按照过去的说法 就是张先生李先生 这样就已经变成一个尊称了 叫老师干嘛 老师一定是我要教给你什么 有人没法教给你东西 您说这个啊 就是说拍马屁 我给大家发现 拍马屁这个词 从哪来的 那天我研究了一下 从这个元朝 蒙古族征服了这片土地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蒙古族人 当时就划分嘛 蒙古人是第一等的人 北方汉人才算第三等 南方汉人 四目人 对到第四等 所以呢 就要讨好蒙古人 那蒙古人之间呢 他们是马上民族 蒙古人之间 表达互相尊重的有个方式 就是互相拍拍对方的马屁股 就表示尊敬 或者说呢 蒙古人有这习惯 见着你骑着马 就拍着马屁股 夸夸你的马 就表示是在夸你这个人 然后呢 就为奴的这个汉人 他想讨好蒙古人 哎 就到处不管你骑的是好马坏马 是马是驴啊 就拍 所以据说拍马屁这个词啊 是从这么来的 哎 我就从这个词源这讲啊 他其实跟某种人格上的 这种字笛和这种奴才像啊 有点关系 为什么啊 外国人的社交也很讲究互相赞美 但是呢 我老有一个印象 就是他们那个互相赞美啊 是梗着脖子的 嗯 但是感觉是气宇宣昂的 哎 小青 礼貌的 对 很有风度 为什么我自己老觉得 你看我这个脊椎骨啊 我老觉得你看我头就往前 我老觉得 你看你从侧面 我就发现我脊梁骨啊 早就弯了 你看是多少年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 我自己这么理解 这个真的是动物的天性 动物了 对 谁威严 谁有权力 那他就会 就 他是个本能 这个有一个例证 是这个 呃 人类学家发现的 就是呃 不管你是亲生的孩子 还是不是亲生的孩子 呃 包括收养的孩子 他会慢慢的长得像这家的男主人 嗯 这是 这是进化来的 就是他会努力的 这是 就是在动物界内 从前 你如果是你是一个半点狗 呃 你在我们家突然 我们家是一个 这个比如说黄狗 那你就会受排斥 他就会努力的往黄狗的方向去长 他不会被咬死 嗯 就是这个 这个是长期的人类的进化 是 而且你就他讲这个 你要注意到人的这个内化 就我刚才说的 你别以为拍马屁是虚伪的 嗯 拍马屁也变化了你的内心 我也见过就是这个领导写字 然后写毛笔字 写的特别差 那毛笔还把纸给戳破了 然后秘书说 哇太好了 利透纸背 完全是下意识的 他不是思索了 他就完全下意识 而且真的觉得好 哎 他是真的了 你现在你会不会 李连英 我是相信他对自己太后有感情 那当然 那当然 是吧 他那个事无巨细的那种伺候 跟这个 我们现在这种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 对 他是真无法关系 那是主谱关系 而且按照旧文化当中呢 他有一套完整的奴仆文化 我们现在这个文化是丢失的 没有 中国 中国第一 没有种形制度吧 不像印度 印度社会治理比我们容易的多的多 他本身就分四层 咱是摊大饼 永远是一层 城市也是一层 说北京城市交通就是摊大饼 一环二环三环四环 那就套着 所以非常难治理 中国人的这种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在社会层面中低下来 大家都有一个态度 他们还还基本上没有 我们都都有 叫当家做主人 我生下来就告诉我当家做主人 突然有没有技巧 没有啊 所以不会 我真的是不会拍马屁 没有拍过 而且我一开始特别不适应说那肉麻的话 我觉得那都不是人说的话 他怎么能说的呀 他就能说 而且呢 那些官员就能欣然接受 嗯 我说的都是挺大的官 但是现在都被处理了啊 咱们这也不讲话 对吧 那别人就这么说话 我觉得这话太虚伪了 我认为这种拍马屁的话很虚伪 但他们不会折的虚伪 对 很习惯 刚才马老师说这个等级制度 其实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 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它也导致了过去的 比方说餐厅 最简单的就是餐厅 嗯 那餐厅过去的这个 泡堂了 对 服务员和客人的关系 就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 对 您是来给我送钱的 对 就是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来给你做服务 呃 但是 呃 解放以后这个关系就 没了 就是当家做主了 所以呢才会有 就是北京八十年代 还有餐厅贴着 绝不无故殴打顾客 哈哈哈 对对对 有这事 有这事 就是这就 这就 让这个行业就很难生存下去 但是呢 到了 现在 就是这个 又开始就是 就是 城乡的差别 从农村来招来服务员 他拿了一个薪水 到这儿他知道做什么 做各种各样的培训 礼仪的各种各样的培训 还有 地方特色的一些培训 比如说我去过一家山东的馆子 那里边他就给我 我只去吃过一次饭 他就给我发个短信 我是你的专属服务员 你下次来再订餐什么的 就找我就行了 哎呀 后来发现这女孩就特别特别热情 漂亮 也挺漂亮 是哪种是喊你哥的那种亲密 对对对 哥哥你在这个什么什么 今天什么最新银 什么 咱家今天买了什么 对对对 北方人不见外 但是呢 我就是后来我就没法去这圣馆了 就不管我带女同事也好 这个带女朋友也好 带侄女也好 只要去 就喊嫂子了 对 嫂子他都会说 这也不是嫂子吧 他没记性 他只有一个服务 他把你 今天是哪个嫂子 过去啊 过去解放前 这个就是餐饮业 其实是晚清以后才开始逐渐发达的 在这个大都会里北京 他门口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叫廖高的 他实际上叫廖高 就廖 看一眼熟 廖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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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逗老板来了 远远的就看见你了 他问题是 这个廖高的 他不是巧舌如簧 他也不是这个情商有多高 情商肯定有高 他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叫记忆力 你只要来过一次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 因为什么原因 他都记得惊惊注意来 说 逗老板 孙子快过满月了吧 你上次是微占 哪样的 满约我给你办席 招呼一声就得 他都会有 他不会说你领一新女朋友 这回跟上回不是一人 他肯定不能这么说话 他特别会说话 而且那个话一定是恰如其分的 达到那个标准 比你低半格 他不给你低好几格你难过 他低半格 你是主人他是仆人 这辽高的过去挣钱特别多 有记忆力 记忆力是可以赚钱的 因为他记性好 那很多人说 其实人家共总就去三回 说那餐厅我熟啊 我老去吃饭 其实那过去在餐厅吃饭 是不得了的 带着客人一去 你看 都老板来了 又来了 这你听着就高兴吗 别人说 他老去那吃饭 有钱呢 他给你 所有的语言的位置都特别好 这个是一定是他们得有情商 这就是高级马屁 高级马屁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看出来就不掉马屁 我觉得跟年纪有关系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确实好像不太会 这就是多独生子女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东西高级拍马屁啊 还真的是说 用到今天社会上讲啊 他们有时候说 他也是正能量的 就说明你心里有别人 而且真的 他们就说这个蠢啊 在哪都没戏 聪明 就是一个 我曾经见过我们那儿一个经理啊 我们去跟那个十二专市政府的吃饭 我觉得我当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真是特异功能 就是这样的人呢 没有理由不受欢迎的 多么一个长桌 双方会谈 一个长桌啊 然后呢 地名片 地名片 然后对方 那个市领导讲话 然后到我方讲话 他这一站起来 就说尊敬的某某某市长 某某某书记 某某某什么 几十个名字 这种人我也见过 炸了现场 给他热烈鼓掌 就等于这 看这名片 这 就所以这东西真是得智商 过目不放 见的这个人就不过 你知道拍马屁是这样啊 拍马屁实际上是一个 相互相辅相成的一个文化 你比如我不喜欢拍马屁吧 我还不喜欢别人给我拍 谁一拍我马上就知道 他有的不是 我见过极限拍马屁 就是这老板大 大老板在榜上啊 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 然后他约我去 约我去呢 我去到他那个 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 是他的宾馆大堂啊 结果呢 他去健身去了 他马上给我发言 对不起我健身 马上就回来 你在大堂等我一会儿 我在大堂等了五分钟 他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穿艺师运动装 批一大一 一进马上一看 马上上来了 然后啪肩膀一抖 那大一后面 啪就有人接着了 我怎么想起 周星驰的电影 绝对比电影精彩 啪一抖 啪就有人接着 要不看后头啊 要我要抖 我得看 哥们接着呗 两边抖地上 那不丢人吗 太自信了 然后呢 然后啪 就跟我说话 啪手这么一姿势 那哥们儿巴大血夹 碰就捅这 哈哈哈哈 真是 你要管他 吸两口啊 跟我说这话 说说 跟我说什么呢 说 完全那么电影镜头 这才拍得过呀 是 说这个健身 中国人都是瞎健身 瞎练 我请的 美国教练 吸一口 啪一伸 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拿走 就是他手这么一呆 你烟就被另外一个 啪啪啪一敲 就塞了 那天把我给闹的呀 我都快笑喷了 他不知道我笑什么 就是他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排练的一样 那个人就得全身贯注的 拍着马屁 要不然这手一弄 你得知道 好 我还想吸一口 你给我拿走了 那不成 他就知道 哗哗哗多了 全都会 然后一直 电梯都是专用的 哗 大堂电梯就空着 有一步 人全巴在那等着 进去上去了 以后上去 又喝茶干什么 所有的动作 完全是 就是严丝合缝 有节奏的 这种拍马屁 整个的过程 我 我是很福气 我回去试了试大一 没那么多意义 你这个抖大一 是用肩膀这个劲儿 你抖不好 抖不下去 你瞎晃了半天 大一还在身上 你知道吗 他这种就是享受 享受 他享受这个 你说他谁关心真假 他就喜欢这个派 但是如果防 也不一定能防得住 刚才马老师讲的故事 其实在美食圈里面 最大的一个腕 就是圆梅了 对 写随言识单 他去南方当官的时候 给他老师来告别 老师说你准备了什么东西 准备了一百顶高帽 说这个不好吧 说现在这世道 谁不爱戴个高帽呢 说得听两句好听的话 然后说有几个能像 老师您呢 出门的时候跟书童说 这怎么只剩九十九顶了 你说这圆梅 我那想 我说这东西 真是个高智商的活 因为就是说 明知道领导不是傻的 明知道你拍马屁 其实我觉得 很大程度上 是被你的财所惊艳了 你比如说 他们讲这个季晓兰 说这个乾隆 对 那就更多 五十 我也五十 五十大寿 说季晓兰写一对联 说是脱口而出 季晓兰叫 黄图四万里 就是说满清的这个版图 纵横四万里 黄图四万里 叫一谷以来 从未有这个 一朝一统四万里 然后圣寿五十年 自前之后 还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你看一万年 四万里 哇 这就说你明知道 他是拍 可是呀 太水平太高了 这些在经过后代的文人演绎 就这种自对多了 一个比一个牛 但是拍到恰到好处 马爷你刚才说的 这也是一问题 我怎么觉得 就是说 不是 我可能也吹牛 我老觉得别人要是 夸我呀 我还燥 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乡土的自卑感 就是 你比如说 咱们要一起吃饭 别人要提到说 我经常看这个节目 我好像本能的喜欢把话岔开 但是有些人很享受 怎么我好像觉得就是 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属于 受不起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 我也不太愿意谈自个儿节目 你说好容易在一块 你谈我 因为咱们知道这节目里有各种问题 你心里很清楚 哪次谈话好 哪次不好 人家跟你说这个 其实这属于专业问题 这还不属于拍马皮 这属于一个话题 没有 就是我 要不然我跟你都文台 我好像人家坐在一块 我怎么说 我平时隔那屏幕看见的 哎呀 我得一个什么什么话题 是吧 就千万别错了 你这说不错 为什么呢 你的节目比较独特 你这个人呢 这个也独特 所以说不错 有的演员是说错的 说了半天最后 说的是另外一演员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碰女演员 有时候女演员说 马上是你还记得我的吗 我说记得 说你真记得 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 因为女演员特别不容易分辨 对 你要一瞎说 肯定就错了 就喊人当不成了 脸盲症 肯定是拍马屁的这个 这个大忌 大忌 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 颁奖跟那个江晃老师 然后我这个在台上直播 我说特别喜欢你演的那个雍正 你不是他演的 他演的是什么 他演的是康熙吧 对 他演的他说我演的是康熙 就特别尴尬 我也经常遇到人说 这个方舟老师又能打假 又能写作 就是不是 不是老师 方舟子 那是吧 又能打假 又能写作 我跟你说 你说这个 我想起仨 你看最近朋友圈发那个张学游演唱会那个吗 张学游演唱会不知道在哪 张学游在这扭的 你听旁边的观众 刘德华 刘德华 这也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是在上海听说的 做那个吴大为 吴大为在上海不是开酒吧吗 然后也是有一小女孩 他一进那个酒吧门 小女孩 他就上去 吴梦达 对对对 这经常呢 所以对演员来说 你不是真熟的时候 尽量就说哎呀不错 就别说直呼其名 也别跟他谈作品 非常容易出错 有一拍到满 黄博自个儿就讲嘛 人家说哎呀 我说了半天 最后你给我签个名吧 他中间可能在话题转换中 认为他是王宝强 他被迫就签上王宝强 这个 这是真事 就是柴静在机场被拦住了 然后说 陆毅老师我太喜欢 然后陈毅老师给人签了个鲁鱼 我有一次跟那个 就在飞机上正好跟江坤老师 正好坐 我们俩挺有缘 坐一块 聊了一路 结果还都后来看了一个人 先跟我打招呼 这倒没认错 杜老师我今天看你那三人行 马季老师你也来了 江坤很幽默 马季老师经常坐飞机的 所以啊这个还是这个拍马屁的这个艺术 真是需要都不是 首先要真诚真诚的拍马屁 所以孤独这个我就是还说 我这孤独特别好 是因为你说孤独 所有人都觉得 格比较高 对格比较高 这个不会错的 但我也确实挺讨厌人给我拍马屁 我连新书发布会 我都不愿意找嘉宾 我每次都觉得像追悼会一样 我以为你嫌弃我呢 大家一通夸不觉得 特别像这遗体告别嘛 所以我连找这个嘉宾来夸我 我都不愿意 所以说到底 拍马屁最后要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是吧 来来来来 咱们互拍一把 因为节目真的是好 您那纪录片呢 我一直珍藏好几版 你是真孤独 对真孤独 真孤独 你最孤独 你最孤独 全家都孤独 你说这圆梅 我那想 因为啊 就是说 明知道领导会傻子 明知道你拍马屁 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还是被你的财所惊艳了 中国 中国第一没有种情制度吧 不像印度 印度社会治理比我们容易的多的多 它本身就分四层 我如果就是肆意的去吃啊 就是以高性为准的话 我很快就是200斤以上的体重 我也是受过25斤才成这样了 对啊 我胖的时候可像高晓松了 不是 你像 拿谁打比方高晓松 能像马冬点吗 你知道你那个肥叫青春肥 那个东西好减 到我们这种岁数 绝对不能胖 胖了以后 就是人生的负担太重了 我问你方正 就是说你像他这绝活 胖妞好吃吗 好吃这个嘛 对 对啊 对啊 你记得我的话 怎么不会过 死活都别咬断了 没咬断了 觉得有一个理论 说得特别对啊 就日本有过做家村上楼 他写过一本书 叫所有的男人都是相好品 他里面 就世界很糊